心 云 乔 爱 都 可是 真 闹 每 遇 遇 遇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正在看 我是老郑 这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当歌手啊 更是这样 说不准哪天状态不好 就为华语乐坛贡献一个大型翻车现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歌手们翻车的现场 在上个月举办的六届成龙国际要第一次翻车了 在春晚还是真唱的时候 他和方大同李健同台献唱并演唱了代表作收藏 没想到现场破音走调还被直播出去了 自此之后我们看过的每个春晚那都是假唱的 不过也有人说春晚翻车是因为肖静腾当晚得了重感冒 所以才没发挥好 我的想象是因为肖静腾当晚得了重感冒 我的想象在月红的路旁会有一双的光 是不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 我的想象对爱心而欣然 背志务阾当晚得了重感冒 住得里忙了又吗 做两眼都没有250号我和颜光 看过又没想让我知道 学习伟 drutsGood 我却冲了 你叫ьют的红单 好多地可恒呀 欲可为在13年的《殷宗我为歌狂》中 改编伤感情歌《求鸟》 前面唱的都好好的 结果在高潮时突然一个破音 把台下歌手都给唱笑了 同样是失误 最近欲可为在参加时光音乐会 改编分唱谭又林的《水中花》时 近座拍子多唱了一段 但在乐队的配合下 欲可为马上就场 结果这个失误 不仅让网友们疯狂点赞 甚至台下很多大佬都以为是故意设计的 最近太激动了 多唱了一段 我以为你是特意的 不是的吗 我以为那是特别设计的 很有感觉 很多网友都说啊 失误也是现场表演的魅力之一 那么你们更喜欢完美的假唱 还是有瑕疵的真唱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 我是老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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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